好不过事件发展到现在 到底有没有政治人物观说 警方呢还在厘清 不过真的是有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吗 其实台北监狱的前典狱长 被爆料疑似是给受刑人特权 而且这个受刑人呢 就是犯下了内湖枪击案的 宝和会枪手陶宴城 他在服刑期间 疑似是由股市炒手还帮忙安排 特别是由接见 当中不少接见人都是宝和会的成员 对此台北监狱的副典狱长 是出面回应 强调说所有的接见程序 都符合规定 五年前蒙面为欧名律师的歹徒 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到警察局投案 紫色衣服的旧式讨厌城 他前年又在内湖开枪 袭击建商的住家 连同之前的诈欺案 总共要服刑十三年 他在台北监狱受刑期间 却被爆出享有特权 特别接见和增加接见 频繁到引发外界联想 有助于我们 虽然台北监狱特别出面说明 但陶厌城的特件增建 时间表摊开来 常常一个月就有两次 两年内总共十二次特件 四次增加接见 不只接见人 很多都是保和会成员 还几乎都是前典域长亲自批准 而且疑似都是透过同一位 假释中的股市朝守 安排接见安抚情绪 虽然北监澄清无法电视接见人 有没有帮派背景 但一般来说特件要由立委本人到场 增建也要名代填单 到底是哪一位委员申请接见的原因 又是什么 北监只说进入司法程序 不方便对外说明 华视新闻红沛华 两红剧桃英报道